2020年全球爆发新冠疫情 各国都在跟时间赛跑研发病毒疫苗 近期美国多款疫苗进入最终测试期 约有三万名志愿者参与 Walko小编团今天访问了一位华人护士 他最近刚刚接种新冠病毒的实验疫苗 我们来听听他的亲身经历吧 我有美国护士执照护理师 美国我也有检验师的执照 参加的原因也就是希望疫苗赶快出来 COVID的事情把我们医疗人员搞得乱七八糟 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很有对这方面 对于连体实验啊 我本身是很有兴趣的 很喜欢做实验 事实上就在脸书上啊 也apply 他马上就很快就回我 就打电话给我 一般没有特殊疾病啊 或是没有hypertitis啊 diabetes这些 健康20岁以上 健康的成人 我去一个事实上就是一个人体实验室诊所 它里面有医生 有护士 仔细地介绍我 介绍这个疫苗 它是做到哪一个程度 然后是第几个phase 然后里面有什么东西 经过监控的 很严谨的里面 要确定说你真的了解 你适应你的身体在做实验 简单的健康检查啊 测血压啊量体温啊 就抽血 对抽完血了以后 然后才打疫苗 当时是没有的 通常我有时候啦 如果打那个full shot 你就会让你手臂开始 诶 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那天晚上 手是麻麻的 整只手麻麻的 就觉得说 诶 有点累 早点睡 隔天去上班啊 诶 好像 我要发烧的那种感觉 我要生病 我要感冒的感觉 呃 fatigue 肌肉酸痛 我回来了以后 不舒服 我就在床上睡了一下 起来 就没事了 隔离倒是不用啦 因为这个疫苗 它是病毒上面的 bite protein 疫苗里面的东西 它本身不是像病毒一样 它没有复制的基因在里面 所以说不需要隔离 受试者在第一个礼拜 在还没有抗体之前 就感染了新冠病毒的话 你在亲戚或者说朋友 或者是上班地方感染到 那你有这个症状 那它就会影响到 这个实验的准确性 诊所的医生 他还要给我们一个 一个app 你如果在这个app上面讲说 你感染了 我有这个症状 医生马上打电话来 如果说这医生觉得说 诶这是有可能你感染了 他就会要你做这个 采检体做检验 然后他们会有专人 来收取这个检体 如果说是阳性反应的话 如果说真的是有 感染新冠病毒的话 他们会把这个受试者 排除在这个实验以外 因为第一个礼拜 一定是在没有抗体的时候 跟正常人一样 就是没有抗体的人一样 打完了一个礼拜以后 开始制造抗体以后 你就有 抗体会保护你 当然是保护只针对新冠病毒 那其他的 也可能会有流感或是服务 那个就没有保护了 朋友是觉得说 哎呀很可怕 你这个 你不知道那个疫苗 安全性怎么样 他说你 哇你像敢死队一样 你敢去打这个 那我先生 我问我先生 我先生笑笑说 It's your body You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他说你又是护士对不对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有另外一个护士 也很有兴趣 但是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被选 有没有 Qualify 但是医疗人员是 可能是会比较有兴趣 觉得说不用急 小孩子先不用急 因为 他一方面 你也可能打不到 一开始的话 他一定是会先给医疗人员 已经有生病的 就是说他比较脆弱的病人 他会先给他们打 可以缓一缓小孩子 而且他们做实验 不可能拿小孩子来做 他一定是以大人来做 一般是以小孩子体重 他的size 给他比较少的剂量等等 可以等看大人打过了以后 情况怎么样 这没有急迫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会写一篇文章 摆在脸书上 你越懂的这些资讯 你越知道这些资讯 你就比较不会莫名其妙 未知的东西而感觉恐惧 听完Grace分享疫苗接种体验后 也想问问大家 如果疫苗上市后 你会愿意去注射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 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并分享这支影片 给身边对新冠疫苗 有兴趣的朋友吧